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厦门作为国务院最早批准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许多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建成的住宅小区 也逐渐显露出配套不足 环境不好 管理不善的问题 不仅与城市面貌格格不入 同时也不能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生活和精神需求 2015年10月 游市建设局牵头 以海洋新村先锋营小区 神山三行小区为代表的 首批六个老旧小区 拉开了我是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先河 随后 我是按计划 每年对一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提升 让一个又一个迁华推进的老旧小区 逐渐重新迸发活力 那么这些老旧小区到底是如何进行改造的呢 我们先一起到湖里区的徐错三行小区去看一看 这段时间 徐错三行小区有点不平静 路面坑洼 尘土飞扬 机械声轰鸣 不过 造杂凌乱的小区环境 不仅没有让居民们怨声载道 反而引得大家拍手叫好 原来 徐错三行小区正在进行小区的提升改造 再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里的面貌就将焕然一新 徐错三行小区共有329户居民 基本上都是三行公司的退休职工 而小区里的七栋居民楼 分别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 历经30多年的风雨洗礼 这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旧小区问题频发 除了下雨天污水横流的路面 让居民苦不堪言 小区薄弱的安防系统 也让居民很没安全感 不仅如此 小区也没有一个像样的活动场所 平时老人们就只能坐在 进门沿路的这排石板凳上聊天休息 他们连个大门 像样的大门都没有 老人家基本的一些 比如说坐在一起聊聊天的场地也没有 本月初 居民们翘首以盼的徐错三行小区 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动工建设 我们这个小区主要这次是雨污改造 还有队桨 楼椅对桨 还有监控系统 还有一个道路扩宽 还有路灯 就是还有一些体力器材设施 雨污系统是这次改造中的难点和重点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 由于地下馆网建设年代久远 许多设计图纸已经遗失 给施工带来了不少困难 原来一些管道埋设一些都是没有存底 没有图纸的 有一些七八十年代的 他一些原来是手费的或者什么 现在是掉不到胆了 就管道会比较 有一些是狮子拉的 或者管道比较旧的 就是现场就是必须得现场排查 就人工排查 反正就是一些管位就是要现场定 就是交叉 还有各个管线单位都要配合 互相配合 经过十来天的努力 目前新管的铺设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管道已经埋设差不多百分之八十了 准备就是做路面 或者破损路面修复 还有一些道路扩宽 与此同时 其他各项改造工作 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小片那些垃圾啊 土头什么的 再清理 还有楼道的再混刷 一些栏杆啊 环道纹现在是在制作 按照计划 徐措三行小区改造提升工程 将于春节前结束 力争让小区居民安安心心 过个好年 徐措三行小区改造提升的顺利推进 离不开居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 基础是社区群众唱主角 在街道和社区的引导下 大家纷纷参与到小区的改造中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肖阿姨是徐措三行小区的 业主委员会主任 从去年年底 街道组织业委会成员开会 提出要对小区进行提升改造开始 她一直就没闲过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 街道和社区多次组织居民代表 参与改造方案的讨论 每次一回到小区 肖阿姨就马上向居民们传达信息 在社区和业主委员会的动员下 不少居民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比如改造地下管网 增设安防系统和体育休闲设施等等 设计方案根据居民的意见 进行了反复修改 比如把原本设计的设置自行车停放区 改为增设私家车停车位 有时候外面的车 它也可能会停进来 再就是这个车呢 反正就来了就是恒星八道的停 这个问题的话 也会这一次作为这个会给它整改 后面就把一些 有一些鸡脚嘎啦的地方 给它整出来就增加很多车位 而在项目正式进场施工前 为了让大家积极配合施工 肖阿姨又发动热心居民挨家挨户上门 给大家做动员工作 包括这一次整改 这个施工方他工期很紧 他们头一两天提出来 那肖阿姨就发动 全部每家每户就走 施工的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摩擦小矛盾 这不肖阿姨又当上了和氏佬 成为施工队物业和居民之间的桥梁 那天我在外面就打电话 他说那个怎么搞的施工队 他说那个什么粉刷 以前都是用人工啊什么东西 他说现在用季节 我门都开不了 一开的话 他说那个费都跑进去 后来我听了 我说很奇怪 我说你们克服一下嘛 我说这个你不这样子弄的话 我说反正不久嘛 找我就是说车要叫它挪 它一直不挪 就是说有的时候说 那个东西要怎么弄 要怎么放 那我有的时候跟物业协调 我就跟物业协调 有的时候要跟住户协调 我就跟住户协调 现在就是居民全部都支持配合 没有一家说出来 说闲话或者是怎么样 都把自己家的东西收拾得很好 因为改善我们的环境嘛 居住条件好了 我们非常支持 很感谢政府啊 改善我们小区对我们有好处嘛 原来干净嘛 环境好嘛 大家都很支持的 这样很好 我们很高兴 从徐措三行小区的改造中 我们发现啊 在我是老旧小区的改造过程中 转变了以往告知居民 我们要怎么做 变为询问居民 你想怎么做 居民从原本不关心 小区建设的局外人 变成了为小区建设 贡献力量的主人公 那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改造后的小区到底是什么样子 又该如何管理呢 走进镇海新乡院小区 平整宽阔的道路 尤其一新的护栏 处处显露出改造后的新模样 新乡院小区原本是中医院的职工宿舍 目前共有五栋居民楼 都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去年这个小区被列入了中华街道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 根据居民的意见反馈 新乡院小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由于小区地势较高 而水泵房又设置在坡下 所以小区里的高层住户 经常遇到高峰期用水难的问题 第二个是雨污管网老旧和路面破损造成下雨天 小区路面经常积水 影响正常通行 除此之外 小区中庭杂草众生 杂乱无章也让居民的居住品质大打折扣 不过在小区的改造提升中 居民提出的这些问题都逐一被解决 在后面那个小空地那边就是由水户集团 这边规划弄了一个水泵房 把水泵房从下面移上来 移上来 然后现在改造完以后 整个水量就已经很充沛了 雨污这一块就是整个把路面全部都挖起来 挖起来 把里面的原来的旧管全部都换掉 换成新管大管 然后重新再填埋再铺砖 整个老旧小区改造 全部能用的地方全部都用透水砖 这样透水性好 排水性也比较好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中庭 做一个小型的规划 安排了一个空闲休闲的场所 然后还有整个绿化都 都把它重新的全部都移植修剪 除了解决居民的难题 在这次改造中 小区还加装了监控系统 更换了防盗门 迁移水表出户 同时帮助有需要的居民 粉刷了防盗窗 更换了雨坯 如今的新乡院小区干净整洁 居民的生活品质有了很大的改善 小区环境变美了 居民生活更方便了 那么该如何让小区维持现有面貌 不再由新变旧呢 三分建七分管 在今年一月完成改造提升后 新乡院小区在街道的帮助下 引入了物业服务管理 我们现在提供的服务是那种菜单式的服务 大概就是包括日常的安保这一块 24小时的保安巡逻 然后就是定期的楼道啊 楼梯啊清洗脱扫扫 然后包括路面的这个保洁卫生 然后还有一些小区的那个绿化 保洁这一块 定期的绿化的定期修剪 养护 然后还有就是小区里面 一些设施设备的这个维护 不过对于原本无物业 无规范管理的新乡院小区来说 物业入住之后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的小区它比较小 一共才150几户 那我们之前我们进来之前 也做了一个预算 如果说按百分百收费率的话 也只是能够维持这个 我们正常的开支 因为这边两个保安保洁 还有那个电工 还有绿化的这些工人 按每平方米物业费1.2元 151户居民全数缴纳物业费来算 物业公司才能正常维持运营 但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小区每个月的物业管理费 还是不能收齐 大家好像是有一种 在观望的一个状态 他们可能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说真正的去体会到 这个物业进度以后 跟他们带来的跟以前的不同 因为以前他们从来没有 接受过物业专业的管理 王冰说 居民对物业持有保留意见 前有可原 下一步物业公司将同社区 一起帮助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 之后再配合业委会 为居民提供更多服务 让新乡院小区逐渐形成 居民自治和物业服务 双管齐下的管理模式 那业主委员会成立以后 我们就是可以配合这个业委会 然后在小区里边 可以为广大居民呢 彻彻底底地做一些大的改变 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话题 来听听互动平台上 网友们的看法 老旧小区改造 是近两年厦门最热的话题之一 政府启动老旧小区改造 除了推进城市的建设之外 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 老城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质量 是一项汇集民生的举措 据统计从2015年试点改造至今 全市已完成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140个房屋532栋 涉及建筑面积约108.6万平方米 18169户居民从中受益 其中2015年 6个试点改造老旧小区 已完成管道燃气入户 4441户 供水供电改造 4661户 改造微公园4座 种植花草3040平方米 铺设芒道1200米 分布路灯2469盏 2016年全市完成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71个 房屋228栋 涉及建筑面积50万平方米 7039户家庭 享受改造红利 2017年1到10月 已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63个房屋247栋 涉及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 将汇集6469户居民 按照计划 在推广首批6个老旧小区 改造提升的试点经验基础上 我是力争在3至5年内 基本完成全市老旧小区 改造提升工作 到2020年 把1989年前建成的 非商品房小区和非个人集资房小区 全部进行改造升级 事实上 在硬件改造基础上 厦门还摸索出了一套 社区居民协同自治共管 共建共享发展成果的改造模式 并且通过在治理上作家法 发掘传承历史文脉 融入新的时代特点 走出了一条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的理想路径 在这过程中 确实是我们的居民走出来了 要在哪里去改造 要做什么样的改造 居民是有发言权的 而且他们也把市场 比如说物业管理公司 也带进来了 所以我们就一直说 治理是什么 治理是重新去整理 或者我们重新去打造一个体系 就政府 市场和社会 我们要怎么样去发挥作用 那在这个过程中 确实我们看到了 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据东宏认为 在下一步老旧小区 改造提升工作中 在推进数量的同时 还应该重视质的提升 到底有哪一些居民 通过改造以后 他们特别还是觉得 解决了不太好的问题 我觉得可以做个经验总结 那比如说老旧小区 那个停车场的改造 非常的难 那我也知道 我们现在有的改造 已经开始去商量 我们怎么去建定下停车场 也有基层工作人员提出 老旧小区改造 应该时刻把居民的需求 放在第一位 首先解决居民的基础生活设施问题 我们应该是秉承着说 还是以居民的生活基础设施改造 为重 因为这个才真正的 真真正正的是居民需要的 同时专家认为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还可以通过科学规划 使老旧小区的改造 更具前瞻性和可持续性 可能还要更多的 这种需求的评估 我们就可以把老旧小区 这个改造呢 做得更加先进 比如说 我就想到说 我们现在在进行 试老小区的改造 这个就可以跟 这个旧 我们叫老旧小区改造 结合起来 一个是要试老 还要试儿童 试幼儿 我们叫做友好社区 如果把友好社区 跟老旧小区的改造 把它结合起来 那我就觉得 可能会对我们的居民来说 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 互动平台上 又有网友发来了留言 一起来关注一下 我觉得对于老旧小区来说 改造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更重要的是要考虑 如何对这些改造后的小区 进行管理 同时让这里的居民 适应新的管理模式 这样才能够让改造后的小区 越变越好 我觉得老旧小区的改造 不仅是推动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同时也使得我们的城市 更加有凝聚力 让市民更加有城市的 归属感和荣誉感 作为全国开展老旧小区改造的 15个试点城市之一 厦门的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 已经摸索出了一套 符合厦门城市发展 切合居民实际需求的厦门模式 我们也期待着 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我是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 能够通过更加科学的规划 更加精密的部署 更加合理的建设 以及推出更多的创新探索 使更多百姓受益 好 再次感谢 今天在互动平台上 参与讨论的网友 也请大家继续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与我们展开互动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朱月 我们下期再会